那现在讲关系的相互依赖性 那在关系里呢 人们互相影响分享想法和感受 一起从事活动 那我们在临床上帮助夫妇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见呢 一方都希望另外一方改变 很多人比如说去教会 听到的时候 再帮另外一方听说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今天牧师说 怎么样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改变 其实呢我们呢 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及感觉 那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另一方会跟着改变 这就好像跳tango一样 你要你的步伐改变 你的partner会跟着你改变 可是如果你希望对方去改变 你自己却不改变的话 这个情况不会发生 好 那我们看看关系中最想要的 有爱啦有尊重啦 有亲密啦 他有了解 那我上次特别提到 就Lason 那黄威仁博士就会有提到说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尊重 那我上次在讲沟通讲座时 有讲过好了 有一对夫妇就是太太说 不要那么早就把窗帘关起来 但先生呢根本就听不进太太讲话 他心里头 他的老子里都充满他自己想要讲的话 然后一直在就是说 替自己辩护 所以到最后要跟先生说 停下来你可不可以重复你太太讲的话 到这时候他才会想 太太到底刚刚讲了什么 然后太太重新讲一遍 他才听到 所以说呢 我们在关系中 真的是要学习 能够专注的去倾听对方 你不要先用力去想 你要讲什么 你先好好的先去听对方 那我们在沟通讲座时 也特别听到 我们在观察 我们要能够去倾听别人 你不但观察他的 就是word language 就是说言语 还要去观察他的 就是说 非言语的这个 long word language 就是他的body language 他的行为语言 有的时候如果说 关系好 那你都可以感受到说 他今天是 是觉得很快乐啦 还是觉得说 他今天有点 depressed 你都能够感受到 如果说你让你的 配偶 先生或太太 觉得说 你是能够这么关系 他这么了解他 你的关系一定会 会很好的 还有就是说 赏识跟感激 那 就是说在婚姻中 很重要 也是要能够去赏识 然后能够去感激 那还有就是承诺 这个承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婚姻里头 一定要有承诺 不但是对你的 配偶承诺 也要对这个婚姻 有所承诺 还有呢 就是支持 比如说经济啦 情绪啦 日常生活啦 就是说 还有做一个供应者 好 防食物啦 住房啦 舒适的生活啦 那关系中 伤害我们最深的 比如说恨啦 漠不关心 你其实 很多人以为恨 是比较 比较严重 比较强烈 其实漠不关心 是比恨还要严重 还要强烈 因为如果你恨一个人 你表示你对这个人 还有感觉 漠不关心的时候 你已经根本不care了 你根本不在意了 这个人怎么样 他跟你没有关系了 那这个其实是最严重的 当在一个关系中 一方觉得说 你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了 这个关系要救 就很难救了 有恨的时候 他其实对你 还是有感觉的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救 那不尊重 还有呢欺骗 还有略带 我们讲身体的略带 精神的略带 性的略带 还有操纵 看到有些人呢 他们就是有这种 非常controlling 的人格 就是说喜欢去操纵另外一方 还有误解 还有批评贬义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case 因为比如说一方 不停地去批评另外一方 贬义另外一方 还有呢拒绝 还有遗弃 那遗弃的量是很严重 还有呢缺乏感激 那么黄 那我们要继续 做到第四个 是 处理 这就是 不停地去批评 拿来 这就是